新的信息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 简短的讨论 那么周焯华这个案子呢 如果假如仅仅是通过 这个抓住他个人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案子到此为止呢 他也就是就跟赖长青案一样 也就过去了 而且他的这个涉及面呢 大概和赖长毕案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办法比较 赖长青案是毕了几个人的 是清洗了一大批人 但基本上是就事论事 就是在查这个案子 而且由于江泽民的保护 到贾庆林这个地方为止的时候 贾庆林夫人为止的时候 实际上多数人还是被保护下来了 那么但另一方面呢 这个周焯华这个案子 实际上还在发展 我觉得呢这里面就是 可以讨论几个呢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的是 到底为什么要拿掉周焯华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不是个简单的 就事论事的案子 从媒体讨论来看 当然了媒体呢 都有一个夸大新闻 但另一方面呢 也幸亏有这种挖 这叫这个叫八分子这种媒体 所以我们才能够把独裁者 或者专制刻意隐瞒的 这样一些事实 事关国运和事关 我们每个人利益的 事关甚至人类前途的 中国这些问题给扒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呢 讨论一下 我觉得现在看来 媒体提出了五个理由 要拿周焯华 就是在简单的就事论事之外 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境外一些媒体说呢 拿周焯华是因为呢 孙力军进不清洗孙力军 而孙力军呢 是因为卷入了一个叫 这个谋逆 或者是这个要 刺杀习近平的案件 这个呢 我占不讨论 因为这个呢 听起来呢 有一些离谱 而且呢 现在手里没有太多证据 而且如果他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么拿掉孙力军 拿掉周焯华 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了 对于我们未来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最多就是告诉我们 反对习近平人很多 甚至也有的人愿意 平而走险 但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有的 第二呢 就是说呢 他是为了这个反洗钱 那么为了中国的 这个经济安全 因为在这个 我觉得是有些道理 那我们知道呢 澳门这个地方 如果你可以看出呢 周焯华的这个 权力关系背景图 你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也知道 赌博这个东西呢 有的人是真赌 有的人可能借着赌博呢 因为当中国全面收紧 这个外汇 对外汇进行管控的时候 他们就从地下的一些 钱庄的这种运作 而地下钱庄呢 往往会跟这个赌博业呢 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周焯华又确实是一个 得到一定程度保护的 能够去在澳门和中国大陆之间 进行这种金钱的这种借贷呀 这种往来的话 那他肯定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 但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 那么除非这个 这个洗钱的这个规模 大到能影响中国的这个经济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值得讨论的地方 第三个呢 就是切断国际势力 对于中国的影响 这个呢 据说呢 这个习近平六次批示呢 在这个问题上 是从这个角度 这个高度提问题 那这个可能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讲过 习近平这个人呢 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他没有上台之前 我听过不少他身边的人 包括他的这个司机啊 等等这些人的评论 包括在北京过去跟他接触过 说他这个蛮厚道的人 这个人不是那种很计较的 但是呢 就是像我说的 权力斗争 一旦进入生死国的时候呢 就会让很多的人 就是多数人吧 出于自己的人性所趋势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有些人说 共产党这个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 他能够把一个普通人 变成个什么特殊材料 打引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实际上也是说在政治斗争中 各种斗争中 他可以把人变成这样的人 习近平现在也这样 他之习近平之所以 可以应对这么多的危机 在这九年来 那么完成了一个 在我们事先看来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这样一个独裁权力的 结构的建立 实际上是跟他 在这方面有这方面 心理素质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很小心 那当然他就是 即使呢我们正常的看 澳门的那个地方的赌业呀 还有他这个洗钱呢 等等这方面呢 不足以对国家安全 真的造成这么威胁 对习近平安全造成威胁 但是习近平是可能 动这个怀疑的心思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个还有对于 更多的材料的出来 我们讨论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空间 第四个呢 就是说习近平想通过 查处周焯华和背后的 这样的一个赌博 这么一个关系 往这样一个名单 来整顿共产党的江山 要进一步的查处 一批大案要案 要至少呢 要让那些人呢 不能带病上岗 按照他们的话说 也就是说 要作为查腐败的一步 那这个方面 我觉得也还有他的一个道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道理的话 就是我觉得不解气 不解渴 不是说这个不对啊 那我觉得呢 还有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权力斗争 第五个可能就新的权力斗争 我觉得呢 从新的权力斗争 大家提出来比较多的就是 他实际上是为了 打击曾成龙的势力 那而且在这方面呢 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布局的 这个布局就你可以看啊 最早觉得他说呢 是陈一新要整队公安部的内鬼 那么后来又说 王小红呢 这个要开 王小红进这个书记 当提前进入 做这个书记啊 因为正常情况下 公安部呢 这个书记应该是在党的 这个新二十大之后 特别是在全国人大之后 在进行 就2023年的人大之后再换 但现在提前进呢 就是我们知道党管干部 如果他现在不接公安部长 先拿书记应该是说 跟陈一新这个是配合的 陈一新作为一个秘书长 政法秘书长 这是配合 那么这个又说明什么呢 就是 而且呢 最近的消息就说呢 习近平开始呢 等于是设置了 在澳门设置的一些 关于国家安全的官员 几乎就是接管了澳门的 这个关于这个司法 这个叫这个全面接管 而且把它直接和中国大陆的 司法挂钩 变成了中国大陆的 司法的一个部分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 就说明什么呢 习近平高度重视 他这一个是把公安部的 这个拿住 一个是把澳门这个拿住 那我觉得这是权力斗争 一盘大棋 我猜测的这个 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 他要在这地方 要对曾庆红 对江泽民的势力下手 因为现在没有别的势力 值得他在做这么大的动作 就是那么 当然这件事 我们就是忽谦 我们往下看 他可能是不是就从此开始 要对曾和江的势力要开战 这个开战不见得 要动他们本人 可能要把他们的一些 这个底下的一些 比较硬的一些爪子 给去掉 这是呢 他可能要做的一件事 那么但是这里面就反映出呢 这个中共权力斗争 我觉得齐民的权力斗争 这种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中共啊 这个党和枪 这个和刀把的 这种交互使用 这个很早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说 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其实本来是个集体能量制 但他之所以在其他几个常委 都能脱颖而出 他有军队 就是他可以直接控制军队 那么后党权实际上 他掌握什么呢 一个就是这个摘帽子的 就是中纪委 一个就是戴帽子 就是中组部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个东西呢 他能不能有效呢 如果要是他军权不在手里 不行 所以说在中央的 这个常委里头 他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跟军队有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在军队中呢 他可以用中央 来号令军队 他说呢 他是这个 叫军队要听党指挥 但实际上就是听他 总书记的指挥 听他个人或者军委主席 当时那个军委主席 还不是总书记时候呢 在邓小平时候 要听军委主席的指挥 这个这样一个制度 就给共产党的公平政治 带来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出 习近平在搞这个权力斗争的时候 都是拿一些什么黄赌毒的 这些事情来作为突破口 其实他选澳门去突破 对曾庆红或者江泽民势力 也是一个非常能招致民恨 容易把自己的政敌抹黑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澳门 大家一提到澳门就知道 那是个黄赌毒的地方 第二个呢 提到澳门的话 也可以想那个地方呢 应该说他在境外 所以共产党的其他的力量啊 直接进入呢 不太容易 只要他把澳门的警方接管了 他就可以在那儿为所欲为 而且因为其他地方的监察机构 不大容易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去 包括中国的媒体 也不容易进去 所以他选择这个突破口很有热 这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斗争模式 巧妙的利用党和刀把中间的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另一方面选好突破口 进行大规模清洗 我们可以预期啊 二十大以前的时候呢 可能共产党会有大规模的这种权力斗争 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但这个新闻还给我带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习家军内部会不会有分歧 说实话就是 因为从我在想说 谁是主要操刀手 我就发现呢 有两个说法 都是明镜的 当时呢 都做了节目 一个呢 就是陈一新 要抓公安部的内鬼 然后拿周卓华 还有一个就是王小平 王小红就任后第一刀 是拿周卓华来寄刀 那到底是王小红还是陈一新呢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呢 就是陈一新 因为陈一新这个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履历 他其实在去年立了一个大功 就是在武汉的时候 当 因为我们 现在没有时间再回顾了 在制疫期间 本来是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呢 是中央政治局任命的李克强 来领导的中央制疫领导小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的党中央 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说的党中央 这个呢 这两个实际上在较劲的 一个关键就在于 要不要公开化 如果要是李克强 那个小组就反不说 谁隐瞒疫情 就要查谁 那么而且该谁负责 谁负责 那样查业是会把习近平给弄出来 所以习近平呢 就一直就在这叫 后来在有一次的武汉 连续两天就出现了 湖北就出现病例超过一万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陈一新紧急空降 当英勇接管了湖北省委书记 陈一新呢 作为湖北省的这个叫中央 那个副组长让 接管了武汉的 于是在第三天就把疫情的数字 降下来了 后来你可以看当时的讨论 说本来按照国际规则 后来又恢复到都国自己的规则 就是说已经到这人有非常疑似症状的时候呢 还不能够 他的他的那个还是阴性 不是阳性 那就是他那个事迹呢 就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陈一新是给习近平立了大功的 那就是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大风大浪中进入了考验 这一次我觉得从抓顺利军 到一直下来之后 一直到后面的二十大帮着习近平搞清洗 陈一新可能进不会立功 王小红我觉得可能是给他做配合的 王小红在历史上 他没有干过什么事情 雷杨案摘根头就不说了 你可以说那个傅政华给他下了套 但是反正他摘了个根头 那在前面那个皇家一号我也说过 我做我们专过节目 那是个假案子 大家有时间可以到博讯上 可以查一下 我当时跟他讲的 那些照片 凡是有人的 那些妓女的照片全是假的 都是按上去的 都是你可以在媒体的报道 可以查别的 那个网案上可以找到的 那么王小红是靠这个东西上来的 所以在习近平的心中 心里是明白的 王小红可能在这方面的立场 远远不如陈一新 所以我觉得陈一新呢 可能是在这个方面 那么这就帅出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搞王大革命 搞成了之后呢 他的一文一武 文呢就是江青 这个四人帮集团 武就是林彪集团 就开始发生分裂 于是就闹矛盾 所以习家军呢 将来也肯定要分裂 因为这是当习近平 把他外部敌人都铲除之后的 他的内部叫分化 那么这个分化呢 这是专制斗争中必然产生 其实民主一样 就是利益集团嘛 这个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 思想是多样的 他们总要有代表人物 在这个决策程中要表述出来 旧的没有他就要找新的 而且新的人呢 为了进一步往上走 他开始是为了解决问题 后来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也会去寻找自己的社会基础 和支持力量 这样就会形成新的权力斗争格局 而原来的这个呢 他们的头呢 就变成了要左右左右平衡 那毛泽东过去那九大一开会的时候 左边做的全是文化大命中上来的 右边做的文化大命中上来的 右边做的文化大命中打倒 有解放出来的人 或者还没有彻底打倒的人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 所以专制斗争的死穴 民主斗争也有这个问题 对吧 美国也有左右之争 但是他通过公开的这种程序 公开的辩论 然后通过公开的选举 而且如果选举不服 还有司法 对吧 司法不服呢 以后还有过 以后的这种追责问责 它有一套机制 但只是民主和专制哪个好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民主这种透明的公开的 这种平等的这种竞争 实际上是要比专制 有更有大的优势 第三个问题呢 我就没时间谈了 就点两句 现在西方对西方国家主要挑战 西方国家现在基本上 就是这个 叫这个奥密克戎啊 这个新的病毒呢 对西方国家主要挑战 在复苏的过程中 要不要放缓速度看一看 那现在我觉得其他 好像这些主要国家 除了边境的检查加强之外呢 其他方面都还近 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这里面是说呢 这个传播性 虽然比前面的两种 就比Delta什么都强 但是它的危害 好像不是那么强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对中国的挑战来说的话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中国现在还是要保持清零 这个在西方看来 一旦病毒进入社区 清零是不可能的 那么对中国来说的话 也会延缓 它的这个复苏的这种速度 这两个 这两种制度呢 实际上最后是这样一个检验 但今天没有时间在讨论的 也有时间我们在讨论 谢谢大家 那我是今天的 今天大新闻的主持人 王君涛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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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